大家好 我是talking我也来了 今天的话三大指数是收跌的 但是个别的一些成章股的话涨的还是不错 然后今天板块的话其实还挺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话基本上是也算是一个板块轮动 但是这几个板块之间的话 其实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特别很多时候这两个这几个板块其实是互相冲突的 为什么说互相冲突 因为你看今天的EV的话 EV是涨的比较好的 你特斯拉为主EV涨的比较好 然后法南修银行股今天也涨的比较好 还有什么airline 你想airline是复苏股 那么银行股的话是和利率有关的 然后成章股又成章股 你看这三个板块基本上很难会有一个overlapse 或者很难会有相复 很难会很难会有相同的一个地方 但是今天就非常奇怪 这三个板块涨的比较好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利率 时间美债利率还是涨的 所以整个前段时间画的一些 起码前段是一些故事时间的话 今天是整个崩溃的 今天是今天基本上是没有故事线的 对吧 因为包括昨天 包括这这段时间一个对冲基金爆雷 然后利率的关系 但是今天的几个板块的话 基本上和这些故事线完全是没有关系 只是完全是由于资金进来了 或者资金今天又想炒这些板块而已 好吗 今天的话我想分成三块 然后第一块的话和大家看一下新闻 然后一样子看一下新闻 然后第二块的话 我想回答一些小伙伴那些问题 或者一些小伙伴那些啃刺的一些担忧吧 然后最后一部分的话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公司叫 嗯 lazart asset management 今天和他们开会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 非常非常好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他们是做他们是做 thematic investment 就是做主题性的一个investment 其实和 ark investment他们有点是差不多的 然后他们管理资金 2000多亿美金的资金非常非常大 我是第一次接触他们 然后我正好也碰到了他们 正好也碰到了他们pm 而且我是第一次在和基金公司交流的时候 我还做笔记 然后我做了很多笔记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先回答一下 昨天有好几个小伙伴问我 他说因为昨天分享 我分享了就ark x 他们现在一个仓位 大家可以看到 ark x很多小伙伴不理解 为什么京东会在里面 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你去看ark x的话 它不是所有东西 全部是和space有关 不是全部不是所有公司全部是要上天的 好吧 有些公司该在地上好好生活的 还是要在地球上好好生活的 不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要去火星的 就你看他 他这是他的一个板块 或者是这是他会投资的一些公司 包括 其实你在看这边enabling technology company的时候 他里面有ai 就只要和ai有关的 或者和robotics有关的话 和机器人有关的话 他们都是会投资的 或者所以在我的理解里的话 jd或者京东的话 有点是应该是属于 因为你看接地的那种仓库的那种流程的话 基本上是和robotics和ai是有关系的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我倒不是非常surprise 其实这个板块 你不要看是space 但是其实这个板块 或者他们能投资的公司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或者非常非常广的 包括下面的aerospace beneficiary company 就是和和aerospace有关的 或者受益的一些公司的话 这下面就非常非常多了 包括agriculture对吧 农业也有 然后imagen drones 就是air taxi 他们的板块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要回过头去看 你要先看到公司 然后再去和他们的一个整个space的一个主题 去结合在一起的话 很多时候其实你是能找到一些相处一些相同点的 好吗 然后来看一下昨天一个小伙伴给我的留言 就是他说了他知道整个市场是被操作的 然后小伞对于散户来说的话最好就是长池 但只是每天的话会被一些市场的情绪和情绪影响或者消息带偏 我想说就其实这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我觉得我做这个我做这个频道的一个初衷 就是既然我每天来给大家更新的话 说实话你让我去聊square天天去聊square 聊opendo聊聊特斯拉 我没什么好聊的 就我去聊基本片讲烂了都对吗 你多讲多你每天去更新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新 而我每天能带给大家的就是帮因为每天都会有一些新闻 每天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市场情绪和一些消息 那我能帮助到大家或者我能带给大家 其实就是从这些信息之中去判断哪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 哪些信息对于我们做一些决定来说是有帮助的 那么试着我我能带给大家就是一些客观的一些事实 然后包括加上我自己对这些客观的事实的去加上一些判断 对吗 然后最终的话我唯一能帮大家 我只是能帮助大家在帮帮助大家旁边一些旁敲侧击 我没办法帮助大家去做这个决定的就最终的话 不管是大家选择去换仓也好 或者是止损出局也好 或者说继续继续长支 或者就大做大门汉子也好 这个最终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就好比我们很多很多小伙伴喜欢去抄阿克的作业 抄阿克作业没有 就比如比如前段时间股市比较好的时候 你抄阿克作业 你阿克买进去买进去 如果这只股票涨的话你非常开心 然后一旦你看到阿克开始减仓的话 你就觉得阿克是不是对这只股的信仰减低了 其实很多时候阿克减仓只是因为他们调整仓位 但是为什么你会怕 就是因为你完全是抄作 你完全是去抄了阿克的作业 所以你会怕对吧 然后这段时间因为很多小伙伴去抄了阿克作业之后 然后跌下来了 跌下来了之后 你会觉得原来阿克都被大家捧上神 捧上天了对吧 觉得哇 阿克开提我的木头 木头女神啊 开提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段时间阿克跌下来 被人家阿克就已经被踩在底下了 所以这就是抄作业最后一个后果 因为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也是因为抄了阿克作业 最后就只能处置了 所以不管是抄谁的作业 其实我相信今天即使巴菲特在这边 巴菲特告诉你我买这只股票 明天这只股票如果跌30%的话 我相信很多抄巴菲特作业的人 也会怀疑巴菲特的 也会觉得巴菲特不行的 就这就是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不鼓励去抄作业 做了我做每一个自己决定之后 一定是发自自己的内心去做这个决定 而我唯一能帮助到大家就是了解公司的基本面 第二的话就是根据每天的市场上 市场上一些轻一些情绪或者一些消息 试着去理性的去理性的去判断 这些消息到底能给我们 或者能给我们的投资带来哪些影响 然后最终的话 这个决定的话 最终只只能是大家自己去做 我只能去帮助 或者是试图去帮助大家做这个决定 对吧 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觉 在股市上涨的时候 会有很多噪音 什么样的噪音 在前段时间股市上涨的时候很多人觉得 你会听到很多声音 很多小伙伴说 我今天买了这只股票 比如我今天买了这只股毛票 这只毛票涨了50% 你听到这些声音你会想什么 你会想 是不是我也去考虑一下 是为什么那些人能赚那么多钱 你会听到这个人买了一个call 然后我赚了多少赚了多少钱 昨天晚上一天就翻了一倍 这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杂音 这会无形之中 这会把你当股市在上涨的时候 无形之中 这会把你的一个 原来你不能承受的一个风险 给往上去提 然后你听了这些噪音之后 然后你也跟着他们去操作 最后的话 你自己被套住 套住之后 没人会来帮你 没人会来给你负责的 而你在很多时候 在股市上涨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这些噪音 这些噪音会使你去 把自己的一个风险去提高 而当股市下跌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股市下跌的时候 你会听到很多小伙伴说 股市要暴跌 熊市要来了 你会非常非常的慌 所以在这时候 在这种时候 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的时候 你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冷静下来 想一想自己投资的区间 到底是多久 到底是我今天 到底是做一个星期 一个月 六个月 还是一年 还是两年 还是三年 一定要非常清楚 然后根据自己原先就定下来 投资策略 往这个方向去走就行了 不要被其他的一些声音所影响 昨天一个小伙伴说 他说特斯拉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的话 可能要往下 我可能要继续往下走 那我说 如果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觉得要往下走的话 那选择做空就行了 而选择长值 或者长期长时间 长期看好特斯拉的话 继续选择长值就好了 因为这两种策略是不冲突的 对吧 你可以短期看空特斯拉 可以短期去做空 等你觉得技术层面回来之后 你再选择去做多回来 你把空投仓位取掉 但是你要做的就是 你能非常好的去判断这个市场 你能非常好的去time the market 对吧 然后你选择长时 你觉得长期看好 你拿着就行了 短期和你有什么关系的 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吧 然后来看一下新闻 今天的话 PIMCO又出来了 然后和一些不了解 PIMCO一些小伙伴 稍微大家再科普一下 PIMCO的话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主动型的一个债券管理公司 那么就我们知道有债券 就比如说像Catty Ward ARK的话 他们是主动型的一个 股票的 或者股市的一个管理基金公司 然后PIMCO的话 是全世界最大的 和和BlackRock是齐名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 他们的回报 他们的回报 其实比BlackRock 比BlackRock还要高 然后PIMCO是世界上 最大的主动型的 债券的一个管理公司 他们的一个首席投资者 出来说话 他说他警告 这个Google翻译 我挺喜欢的 他说美国通胀上升是假货 上一次 我觉得在 应该是三个星期到一个月之前 我就和大家分享过一条新闻 我说PIMCO出来了 因为当时的时候 整个市场都觉得通胀要来了 然后利率要上升 然后当时的时候 PIMCO就出来说 他说如果说债券的利率 就债券利率再往上升的话 PIMCO会进行买进 那么这是当初的一条新闻 然后我和大家说 整个市场上 这是我说当初的时候 我和大家说 这是整个市场 你基本上听到第一个 感觉整个消息面 要改变的一个声音 对吧 然后今天的话 PIMCO又出来说 然后这个人说 这个人的概念是 他说他不觉得通胀会上升 因为现在其实在整个 基本上在 不管是在金融界也好 在经济界也好 这其实是一个debate 或者是一个整论 就是很多经济学家 会觉得通胀要来 然后很多金融学家 也会觉得通胀要来 但是又有另外一部分的人 会觉得通胀不会来 比如说像PIMCO 他们就今天 他们就觉得通胀不会来 像ARK他们就觉得通胀不会来 因为他们 但是大家都同意的 就是如果你看 三月份四月份 五月份的话 有一个短暂性的 一个通胀要来 因为上一年 2020年的时候 非常低 我们就叫 他叫一个base effect 对吗 但是PIMCO今天这个人说 他说到三月份 四月份五月份过去之后 他都不觉得通胀回来 而且他觉得美国的通胀 应该是要在 美联储预计是2% 他觉得美国的通胀 要在2%之下 好吗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然后他说了 他有一个观点 我是同意 他说他第一个观点 他说如果说利率 他说十年美债利率会上升到 他觉得会上升到2 然后2上去一点点 就上到2% 然后他说 但是如果美债利率到达2的话 美债利率会有非常有吸引力 这一点我是同意 因为你想一下 今天美金又涨了 如果美金涨 美债利率也涨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国际上的投资者来说的话 因为你去看一下美债利率和德国 你去看德国国债利率 德国国债利率是负的 你想如果美债利率和德国的国债利率 我说十年美债和十年德债 十年美债 十年德债 差的非常多的话 比如说美债是2 然后十年德债 我们假设他负0.5 差不多在负0.5左右 那中间的一个利差就是2.5 对吧 你完全可以通过买了十年美债之后 然后做一个currency hedge 把你的一个 一个currency的一个风险 或者一个外汇的风险给去掉 对吧 你做一个你买美债 然后再做一个currency hedge 其实你是比你去买德债要好的 因为这两个这两个国债 其实在我们从你从一个 从他那个风险程度来说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risk free 没有任何的风险 所以美债的利率越上升的话 从国际上的市场上来说的话 美债是有市场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 然后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 所以这个观点 或者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就背后的含义就是 美债的利率越往上升的话 美债利率在国际上的 一个市场上的一个销路越大 或者越有吸引力 越有吸引力的话 就是无形之中的话 就给美债利率上升 提供了一个压力在那边 好吧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他说就是通胀的话 就在三四五月份过去之后 美国的通胀不会超过二 这一点的话 我倒不是非常同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的观点 是介于这个人 和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中间 有很多经济学家觉得 美国现在已经在了一个通胀 上升的一个通道之中了 好吧 这一点我 我不是非常同意那个观点 但是我又不是非常 今天又不是非常同意 PIMCO他们的观点 因为我觉得可能应该在 我个人觉得应该在2到2.5之间 可能更偏向于2.5 我说的是美国的一个通胀 通胀指标差不多在2.5 因为你看疫情之前的话 其实美国就已经在2.5到1.5之间 在那边平衡了 一上一下 而且非常有可能是 因为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原因 一下子爆发之后 然后还因为有一个一个 一个 demand 在那边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到2.5 甚至有可能会超过2.5 起码在接下去的一个 一年到两年或者一年到三年之间 因为他觉得是不会 他觉得连二都不会超过 这一点我可能不是非常的同意 好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这家对送基金 archago他们的 就现在的一个情况吧 今天的话 他们预估啊 就这是蓬勃的新闻 他们预估的话 整个大概会是使使 经纪或者是一些银行的话 受到100亿美元100亿美元的一个冲击 主要是两家银行受的受冲击比较厉害 野村控股受野生控股差不多要亏损20亿美金 然后就是瑞幸 瑞幸的话差不多要亏损31到40亿美金 这条新闻的下面用我没我没办法拉下去 我就我就截了一张图 下面的话还有富国银行 wellsfargo wellsfargo说什么 wellsfargo说wellsfargo和这个对冲基金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wellsfargo说我们和他们有关系 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我们的仓位全部清掉了 现在已经和他们没有撇清 而且我们是中间是没有亏损的 就说为什么问题 就你想这中间背后牵涉到多多少少银行 这边已经有了什么野村控股瑞幸银行 对吧 我们知道还有摩根斯特利还有高盛 然后现在还有富国对吧 牵涉到多多少少银行 然后但是你 这就是我昨天说的 你越早出去 你越早出去越得力 你越早出去的话 你越能把钱 你越能把钱拿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高盛和摩根斯特利 不停的要把他们自己手里的一个持有个国要抛掉 要抛掉 因为他们抛的越早 就你卖的越早的话 你就越能recover你自己的一个loss 所以wellsfargo说 他说我们那个风险控制的非常好 其实我都不觉得他们风险控制 我觉得他们就是跑得早 好吗 然后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 就这件事情的话 会形成一个多米若骨骨牌的一个倒下 首先我个人的判断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远远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因为100亿美金 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 你没办法 你基本上没办法撼动整个市场 你想想对于对于瑞幸来说亏损亏损31到41的话影响了什么 只是影响了瑞幸的话 本来今年是准备buyback 就是回购的 回购自己股票的 但今年唯一的影响就是他们不能回购自己股票了 多出来的盈利 本来多出来的盈利的话 是要回购股票 然后就把自己的股价往上拉 那现在的话这31至41对他们来说的话 我就是没钱回购股票而已 就That's it 就仅此而已 就你要真正要撼动整个市场的话 起码要到万一就你要能去看0809年的话 整个市场或者整个这个亏损的话要到 起码我觉得要到500个500个billion左右 现在可能在10个billion左右 起码你要上到200到300个billion 就2000亿到3000亿左右 甚至于更高才能撼动整个市场 或者才能对整个经济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规模 但是这背后有很多事情 也许我们现在完全是不知道的 只是现在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我觉得现在冰山一角 如果要爆发的话 起码在这一个星期以内应该会 这些东西应该会全部爆发出来 而且现在股市的话也没有非常多的暴跌 如果说我说接下去股市它继续暴跌 比如说一天跌个5%10%的话 那就非常有可能会牵涉到背后的另外的一些 用这些我们说用这些 equity swaps在那边加杠杆的那些 基金公司可能会爆的基金公司 可能就会非常多了 而我觉得现在这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是给银行非常好的机会去审视一下 他们给的那些对冲基金公司的一个杠杆率 到底是不是正确 而对于那些银行来说 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 去把自己的一个风险程度要比较好的控制 当然如果他们不控制的话 他们如果不控制 把这件事情完全不当回事的话 那就是非常危险了 好吗 最后的话和大家介绍一家公司 Lazar Asset Management 我以前是不知道这家公司 然后今天也是一样和他们开会 然后了解到这家公司 和他们了解下来 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impress 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然后他们的一个投资策略的话 其实和ARK其实差不多的 只是他们比ARK的风险 其实相对来说低非常非常多 这家公司的话 感兴趣的小伙伴 其实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 他们其实也会定期的发research paper的 然后他们其实这次的向我推荐了一下 他们刚刚写出来一个capturing structure change a guide to the thematic investing 这是他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 三月份刚发出来 大家可以就去这个链接 lazarassetmanagement.com 他们有很多的一些research 还是还是挺有用的 好吗 这家公司的话 他们其实掌握了 他们掌管了2000多亿美金的一个资金 就你去比一下 其实和ARK比的话 他们真的翻了很多倍了 对吗 然后今天的话 确实比较运气比较好 然后和他们和他们的一个manager 和他们的一个managing director 一个portfolio manager 就是他们的一个pm 两个pm 这个nick nick brett和这个steve steve rafford 这个人nick的话 他在这个市场里面已经 你想1973年就已经进入这个市场 他而且是他是经历过 啊以前非常高利率80年代 非常高利率 那个是他就已经在整个市场里面 然后他今天自己还分享了一下 他自己对整个金融系统呢 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吧 反正对我来说 其实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还有steve steve的话也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将近要30年了 一个是50年一个30年 这两个人其实非常厉害 好吗 啊然后再看我笔记之前的话 我想先分享这个adoption curve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一个technology adoption 就科技的一个接触成的 我以前有和大家分享过 然后我今天再拿出来说是因为 今天就lazar他们和我说 就他们和我说 他说他们先他们自己聊到ARK 然后聊到ARK之后 他们说ARK的投资风险 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实这点我是同意的 因为ARK在投资的时候 他们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adoption curve的时候 它是不同的一个stage 但是ARK他们在投资一些公司 基本上都是在这边 而lazar他们说的话 他们投资的公司 基本上是在这边 他们完全不是在一开始 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ARK他们就投资 NNDM这家公司 你想一下 不是说就首先你想一下 就NNDM他中间增发了多少次 就是因为他因为ARK的一个投资 然后很多散户跟进去之后 然后NNDM继续增发增发 其实增发的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整个从市场上面去吸引资金来 吸引资金来之后 然后他们再试着去 他们再试着试着去增加这个产量 再去scale对吧 但是他们能不能scale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或者他们scale之后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产品能不能卖出去 或者他们的一个sales 最终他们的revenue能不能卖上去 这其实是一个问号 对吗 而且很多时候不是因为ARK投资了这家公司 或者投资了现在还在写故事 那Lazar他们就说ARK他们投资 他们不说ARK 但是他们说很多家公司 很多一些投一些基金管理公司 他们投资那些公司都是 在讲故事的那些公司 他们说ARK是有点属于那种marketing marketing strategy 就是他们是属于做做有点做销售做传销的 这这这个观点的话 我说实话我同意一半一半吧 就我说我喜欢ARK 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公开自己的仓位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research全部公开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动作 好吗 反正对于Lazar来说的话 他们不完全不会投资 投资一家公司投资在这边 他们起码要看到这家公司 已经有非常明显的 已经可以量产了 然后已经不是在讲故事阶段了 什么是不是在讲故事阶段 就是这家公司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盈利 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revenue 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revenue projection 当这时候的时候Lazar他们才会投资这家公司 而ARK投资的话 风险确实是非常大 他们是投资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在讲故事那些公司 好吗 然后这边是我这边是我记的笔记 然后我里面挑几点的话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这边我会提到几家公司 但是我不能把他们的一个仓位公布出来 那是我从我从蓬勃上面的话 我能找到他们的一个投资策 然后我能基本上能看到一些一些这些 能看到的一些公司我是能分享的 好吗 所以我会提到一些公司 但是很多其他一些公司的我我没办法提 但是我就我就主要是其实主要 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思路 或者他们思考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从大方向来说的话 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起码对我来说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些启发的 特别不管是从增加我的conviction也好 或者给我带去另外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也好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非常有帮助的 好吗 第一个的话 第一点的话我记住在是solar是太阳能 太阳能和renewable energy 然后他们那个观点是 他觉得在VC市场在风投市场的话 整个再生能源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 而进入二级市场之后 大多数的一些renewable energy 都相对来说都比较偏贵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他一定要投资的话 他会选择在energy efficiency上去投资 就选择是什么 就其实你要如果要看到整个太阳能板块的话 他更会选择是在什么 比如说像energy storage 或者是在比如说像stpk 他们在在做软件那一块 就最后的是能够去control energy efficiency这一块 而他们不会去投资在什么production 就是比如说生产太阳能板那一块的话 他们自己不会去投资 因为他们觉得那一块的话已经 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的饱和 这一点的话其实和我自己 他们他的想法的话 其实和我这个问题其实我问他们的 其实他们先提出太阳能 然后我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他那个最后观点的话 其实和我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我上次我在分析stpk的时候 我和大家总结过 我说我总结每一个单元对吧 造造比如说造太阳能板 然后销售包括销售太阳能板的对吗 包括energy storage那一块 然后最后的话是energy energy control energy efficiency那一块 然后stpk这种这类公司的话 就属于s或者stem就属于在energy efficiency那一块 我觉得最大的那一块其实是在energy efficiency对吧 而你实际上在生产太阳能板那一块的话 现在整个市场其实已经非常大的饱和 而且竞争非常激烈 包括即使在energy storage能源储存那一块的话 其实竞争也已经非常激烈了 对吧 然后的话 semiconductor就是半导体板块 相信很多小伙伴非常感兴趣 然后他说的他这句话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听了都会非常开心 他说他原话 他说semiconductor is the oil in digital age 就是在电子时代的时候semiconductor 就就电啊 我们说的一个semic 就semiconductor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能源 或者他就属于一个石油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油 非常他就是他非常非常看好semiconductor 但是他的意见就是不觉得他不觉得 你去买semiconductor的话 买半导体要去买etf 你必须要be specific 但是这是他们玩 这是你要大家搞清楚这是 资金管理公司的一个角度 对吗 他不是从散户的角度去出发的 你如果他告诉你你去买etf的话 那他们吃什么 他靠他们靠怎么吃饭呢 对吧 但是下面这一点的话还挺有意思 他们说你要去投资个股的话 你要知道这些个股 这些公司的话 一定要有pricing power 他自己要有这个定价的一个能力 好吗 然后其次他说他们不会去买一些 他们不会去买记忆芯片 认为记忆芯片 他们觉得中国人或者中国那些公司的话 会把记忆芯片的一个价格 往下压的非常非常厉害 好吗 然后这点我是可以分析 我是可以分享的 他们仓务里面的话他们是有asml 然后他们tsm也有 然后看第四点 第四点的话 首先他说了 就我觉得这点其实非常好 这是nick说的 我其实非常紧张 因为我同事问他比特币的对比特币的一个看法 然后这个人你想他在整个行业里面已经也五也五十年了 说明这个人年纪已经非常大 然后你想想这一类人的话 他其实对于比特币的看法的话 他其实还是open minded 就是我会觉得这大家其实很多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现在还是不看好比特币 或者我觉得他就是骗人的我觉得 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一下 然后还是自己还是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态去看 然后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 首先go gold standard就是以前的一个 我们以黄金以我们以黄金为指标的话 我们go gold standard一共剩下50年 对吧 go gold standard一共50年 布雷顿体系的话20年 而我们现在的一个系统 现在一个美元系统的话 其实实际上也是只有40年而已 而他说我他说we are in the transition point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改变的一个时代 他完全是他首先 他觉得现在的一个利率的话 完全是不可持续的 然后因为现在利率是基本上是 人工把利率加的非常非常低 而且现在他说cost of money is out of line of reality 现在的就是现在一个融资成本的话 已经完全是脱离了实际应该得到的一个融资成本 然后capitalism doesn't work in this environment capitalism在这现在这种时代下的话 也是也是你或者说他broken 或者说也是没办法没办法去正常的一个工作 他觉得利率的话 在接下来的10年的话是会上涨的 但是但是这不代表股市的话会下跌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包括然后比特币 他其实说比特币最大一个点是 他觉得现在比特币的一个价格的话 非常的volatile 这是他唯一现在不喜欢比特币的一个原因 因为比特币现在的波动非常非常大 这是他唯一的观点 他没有他没有对其他他没有对比特币 做出其他任何的一个判断 他只是觉得现在从价格来说非常的volatile 好吧 所以他说从短中期来说的话 现在比特币还是处于一个投机的一个阶段 还是处于一个投机的阶段 最后他说他说too early to find specific investment at this time 然后btc is too early 好吧 啊最后的话看一下ai他或者他们对ai的一个观点ai的话 他就觉得以后的话这就金句连练 他说ai is going to become a commodity 然后他说以后的ai的话可能就像ai as a service 这也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对吧 他说因为以后的话很多公司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去开发这个ai的 然后而且ai的对于ai来说的话数据就是他的data is the king 然后很多以后的话很多公司会像比如说像google这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从他们手里去买ai然后去买一些去买就相当于去买一个服务过来 然后去帮助自己的公司去发展或者去啊或者去用于平时的一些需求对吧 然后他特别提到一家公司是facebook 他觉得facebook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regulatory就一个政策上的一个一个hello 因为基本上他他从他们的观点来说 基本上他们觉得facebook没办法再去做一些很像的一些收购了 因为基本上他们只要做收购的话就会被就会被一些regulatory就会被一些政策给阻挠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facebook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题 而他们基本上是avoidb2c就像facebook那样business to customer 他们比较focus onbusiness to business 唯一的一个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他们喜欢阿里巴巴因为他们觉得啊 阿里巴巴是起码从b2c 从b2c的一些公司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特例好吗 然后为什么他们不喜欢b2c呢 因为他们觉得数据是有个非常大问题 包括因为个人数据的一个隐私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一个监管机构不让facebook去做那么多收购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好吗 那最后的话还是请出我们的心灵按摩是Brian好吗 这句话我以前分享过就差不多了 他说compounding happens slowly 然后popebacks happen quickly 就是复合增长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缓慢的缓慢的过程中而发生的 而回调的话基本上会在短时间内就会回调 或者会或者会发生的非常非常快 下面的回复也是神回复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他说然后下面有一个人回答他说 所以我们一定要be patient 就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最后的话乌龟一定会赢的 然后后面还有个人回答问他 他说到底哪一只是乌龟啊 好吧那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吧 好吧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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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